2023年11月整理更新 姜粉泥正确按推方法示范 好 张一世今天要为我们示范 姜粉泥按推的正确方法 姜粉泥的这个浓度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那个示范就请Alex来 好 部位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在涂之前 你看他体力还不错对不对 所以像他这种局部 如果以单纯这样 列为轻重症就好了 那这样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 但是因为他面积也很大 热源也是要很重视 那怎么样让热源渗透进去 让他能吸收 我认为是一个考验 他也自己涂了一段时间 你平常是怎么涂的 我认为是自己涂了 所以有时候在那个手肘那个地方 没那么方便 我说用手指这样推就涂了 只能这样涂了 记得你看他的动作 这样 对啊 这边也是这个样子啦 压也要推 对了 好 他一出手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样很用力这样 对 这个在表层啦 我教他的事怎么样 你涂姜粉泥泥 我这样力量就下去了 就好像我们按推 我这样的力道应该大他很多 然后我这样 然后姜粉泥又滑嘛 我这样 然后一点一点的涂 这样的那感觉呢 会比较深沉一点 就是那个压的 往下压的那个 那个力度会比用手指大很多 所以会失败的大部分都在表层涂 你没有把力量稍微用进去 大力错 就是这样 大力 然后不是在表层这样 这样来回 不是求快 这样进去 这样 这样 好 那这样姜粉泥这样涂 就会进去 一般喔 涂姜粉泥 所以我的建议喔 不要少 一定要多 这样一大片不用省 好 然后就开始 整个涂进去 好 开始 涂的过程中它会很滑 好 力量还是要顶进去 而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顶进去 然后再搓螺 这里应该有一个 还是要有一个支撑点啦 你才认识按 身体它用整机床我们就可以顶进去 那我自己操作的时候可以走 你比较难操作 但是你就是多来回 也许我用个半个小时 也许你可能就要用个五十分钟 因为你自己不好涂 那自己有时间就大 这样 我现在是用这里啊 这里面积大 你拇指不够力 但是你自己应该也是可以啦 方法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要在涂的时候 一定要加力大 这样涂的过程中你舒服吗 舒服 然后开始有一点 灼热的感觉 开始有了喔 有没有 你如果不用力 是不会灼热的喔 它这样慢慢就会感觉有热 它会越涂 你们看 越来越干 有没有 慢慢涂 力量越进去 那姜本来一定要涂到干 所以你看这样一次下来 时间花不少 时间如果不够 那个热喔 不会一直渗透进去喔 你有时候时间不够的时候 也会这样涂 最后的收尾 你还是要把它搓一搓 把那个姜蟹 皮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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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用一点点姜粉 你再涂一下 把那个屑屑这样涂下来 会比较快 有一点点是我们按完 按推完 舒缓 那种感觉 那你看喔 皮肤是不是都变干了 这个叫第一变 第一变 啊三变下来 它很肯定是渗透进去 所以它这样的修护 就会变快 那它一定要渗透到里面 那再这样修护才可以 要不然你如果热质是在表皮 那效果很差 是的 差别在这里 那三变师如果说它那个位置喔 不太容易这么用力的 比如说像Carol你来一下喔 那Carol这里有一小块喔 它是在这个位置 来你转给方医师看 哦 它是在这里 那怎么用力呢 好 老师 就是牛皮旋嘛 就开始喔 牛皮旋 原来很大 原来是这一面 你看这地方也就好了 这方很有缘 但也就好了 嗯 你看这个大量一点喔 那涂这个 这样 热了 已经很热了 已经有热了 嗯 已经有热了 好 那干了喔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它搓下来 这样 这样搓很舒服的 不要用太大力 等于舒缓 那这样算一遍 但是你那里有一个痛点 我是建议到那里的时候 稍微用力 嗯 啊其他你没有痛点 没有 就直接处理牛皮旋